开最小的火 放入洋葱 加上大量的砂糖 用最小的火翻炒洋葱 这样才能激发出洋葱的甘甜 用最小的火 洋葱和糖可以慢慢焦糖化 不用一直盯着锅子 这个步骤持续20分钟 洋葱开始变焦以后转入咖喱块 加一点点清水 融化咖喱块 再持续翻炒5分钟即可 焦糖咖喱洋葱酱搞定 趁热装罐 放入冰箱里快速冷藏就能密封 煎香肠的时候一定要一批二 像我这样展开 煎的时候就能产生更多美拉德反应 并且香肠每一面都能煎到 锅中单手打入两个高品质的鸡蛋 蛋黄一定要大的那种 海盐黑胡椒调味 千万不要煎全熟啊 把糖心煎蛋装一下盘 再摆上两根香肠 再来上一勺冷却来的洋葱酱 撒一些葱花 这就是非常经典的西式早餐 煎蛋烤香肠配洋葱酱 也叫做蓝领套餐 吃的时候要三个插在一起 一口下去满足无比 赶快让你的对象做给你吃吧 你可以做原味的焦糖洋葱酱 也可以像我做这种咖喱的口味 早餐配煎蛋 配冷肉火腿 配香肠都非常棒 这一口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期待 强烈推荐试试